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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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像是政治斗争中的阴谋诡计 让人哭笑不得 最后 这场赛马不仅是对马的考验 更是对政治智慧的挑战 谁能在赛马中赢得胜利 谁就能在国会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这不禁让我想起一句话 在政治的赛马场上 速度和策略同样重要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国会的议员们在辩论时 不妨想象一下他们其实是在进行一场赛马 谁的马最会跑 谁就能在这场政治竞赛中脱颖而出 希望这些有趣的故事能让你对历史有更深的理解 也让我们在学习中多一点幽默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的第一个冰淇淋车 甜蜜的交通堵塞 在美国的历史长河中 冰淇淋车的出现 可谓是一个甜蜜的转折点 想象一下 当时的街道上 汽车还不算普及 行人们在街头漫步 突然听到一阵清脆的音乐声 随之而来的 变成那辆色彩缤纷的冰淇淋车 彭扶是从梦中走出来的童话 美国的第一个冰淇淋车出现于1904年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车子 而是一个移动的甜品工厂 这辆车由一位名叫汉克 史密斯的商人所拥有 他的创意灵感来自于当时流行的街头小吃 想象一下 当时的美国人对于冰淇淋的热爱程度 简直可以用冰淇淋狂热来形容 这辆冰淇淋车的出现 瞬间引发了交通堵塞 不过 这可不是因为车辆太多 而是因为人们对冰淇淋的渴望超过了他们的理智 想象一下 街道上排着长长的队伍 孩子们的眼睛闪闪发光 手里捏着硬币 心中默念着我一定要吃到那个香草口味的冰淇淋 这种场景简直比任何一场音乐会还要热闹 有趣的是 这种交通堵塞的现象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对冰淇淋的热爱 还因为冰淇淋车的音乐吸引了路人的注意 当时的冰淇淋车会播放一些轻快的旋律 这些旋律成为了街头的冰淇淋号角 让人们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甚至忘记了自己原本的目的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 冰淇淋车的数量不断增加 成为了美国夏季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这些车子不仅仅是卖冰淇淋的工具 更成为了社区文化的一部分 让人们在炎热的夏天中享受着那一口口感滑顺的冰淇淋 并且在排队的过程中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所以 当你下次在街上看到冰淇淋车时 不妨停下脚步 回想一下那段甜蜜的历史 毕竟 这不仅仅是一个卖冰淇淋的车子 更是一段充满欢笑和回忆的旅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独立宣言的拼字比赛 谁的字母最搞笑 在美国历史的长河中 独立宣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场拼字比赛的舞台上 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想象一下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站在舞台中央 手握一只羽毛笔 面对着一个字母的挑战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independence这个词 这个词的拼写 对于当时的殖民地居民来说 无疑是一个挑战 想象一下 杰斐逊在拼写这个词时 旁边的本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不断插嘴 你确定是还是一在前面 我记得我在某个报纸上 看到过不同的拼法 这样的情景不仅让人捧腹 也反映了当时对于语言和文化的探索 再来 让我们谈谈Pursuit of Happiness这个短语 假如这是一场拼字比赛 杰斐逊可能会在这里遇到麻烦 想象他在拼写Happiness时 突然停下来对评审说 等一下 这个字母P是要重复两次 还是我可以用一个P来代表我的快乐 这样的幽默感不仅让人捧腹 也让我们思考快乐的本质 而在这场比赛中 最搞笑的部分或许是当他们开始拼写Self-Evidence时 杰斐逊可能会自言自语 这个词的意思是显而易见 但我现在拼这个字母的时候 却感觉一点也不显而易见 这种自我反思的幽默感 让我们看到历史人物的另一面 最后 想象一下 当所有的参赛者都拼完之后 评审们开始讨论谁的拼写最搞笑 或许他们会一致认为 杰斐逊的Independence拼错了 但他的幽默感却让这场比赛 成为了历史上最有趣的时刻之一 总之 虽然独立宣言是一份严肃的文件 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拼子比赛的背景下 却能发现许多幽默和人性的光辉 这不仅让我们对历史有了新的理解 也让我们在学习中增添了一丝轻松的氛围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带着一点幽默和轻松的心情 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些有趣的历史故事 刚才我们聊到了国会的赛马 冰淇淋车的交通堵塞 还有独立宣言的拼子比赛 这些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谬的话题 其实却让我们看到了政治 社会和文化交织的趣味 总结一下 国会的赛马不仅仅是比赛马的速度 还是政治智慧的较量 冰淇淋车的故事则让我们明白了 美国人对甜品的热情 是如何引发一场场甜蜜的交通堵塞 而独立宣言的拼子比赛 则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人物的一面 甚至在严肃的历史中发现了幽默的火花 深入分析这些话题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个故事背后都隐藏着更深的社会意义 国会的赛马反映了政治人物形象的重要性 冰淇淋车的出现则显示了文化和社区生活的变化 而独立宣言的拼子比赛让我们意识到 在严肃的历史中 幽默和人性同样值得我们珍惜 那魔 说了这魔多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是否也对这些故事感到好奇 或者想分享你们自己的观点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让我们一起来享受这段历史旅程的甜蜜和趣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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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